一人小珍的医生老公李静良在中小东路四段上开设的嘉世美整形诊所 昨晚诊所内一名流性医师在为中国籍马性女子进行抽植手术时 马女突然没有呼吸心跳 医师赶紧进行急救并去店119求救 但马女经送医抢救后仍不治 警方已将进行手术的流性医师、液性麻醉师及两名护理师带回 讯后将四人以厌无过失致死罪嫌送办 马女死因仍带检察官详宴后澄清 李静良也在稍早发出声明回应 对于发生此事深感遗憾